请问师傅,在整理佛台的时候,发生争执而不小心摔坏杯子,就是会受到什么惩罚呢? 不小心摔坏杯子,跟自己直接的拍打,这是不一样的,敲打不一样的,明白吗? 这个就是发脾气,身上说不定有灵性,他就会伤害他了,其实砸杯子,砸声音,地府都会知道的呀,过去人家说敲碗骂天,因为碗口朝上嘛,你什么东西往地板上一扔,就是跟地下发誓呀,所以你看过去,结拜兄弟啊,什么就是跟地府的鬼讲啊, 跟阎王老爷讲,我们几个人,谁要是敢出卖谁,谁就,以后会受到惩罚,所以他把喝了酒往地板上撒,听得懂了吗? 哦,听得懂了,那他们,他是因为跟那个先生,就是发生争执的,然后,不小心把那个国台的杯子摔坏了 那要忏悔的呀,忏悔我们就好,好吧 哦,好,好,感恩师父,就是他在整理佛台之后,跟先生发生争执,是不是不把佛杀不开心,还是说他那个佛台有灵性呢? 应该是啊,应该是啊,应该是,应该是他跟他先生两个人身上肯定都有灵性的,没有灵性不会这么争吵的,明白吗? 哦,好了,好的,好的,感恩师父 哦,好的,感恩师父